小山转着去找青鞠 谈言向平良告白了 青鞠嘴硬不关自己称 小山故意说平良坏话 得着青鞠满脸不高兴 明白他和平良都在乎彼此 心酸道 平良说他这辈子只拍过一个人 是个很美的人 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单纯喜欢他 青鞠不懂他在说什么 小山无奈道 我希望我喜欢的人能幸福 第二天平良接到洋平电话 有人请在了 但演出需要人帮忙 小山转有急事 还说可以叫平良过来帮忙 演出时平良负责灯光 因为剧情需要 青鞠朝着灯光的方向 深情表白 我喜欢你 喜欢你喜欢到无可救药 平良觉得青鞠这辈子 都不会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想这辈子都像这样 做照亮青鞠的灯 演出结束 爸妈收拾整理 青鞠问平良 为什么又出现在自己面前 平良结巴的解释不清 气得青鞠踢桌子 让他回去 杂物掉入的瞬间 平良用身体护住了青鞠 青鞠手指受伤 平良请不自禁 抓住他的手指 放进嘴里 青鞠正期待着 平良最突然间醒过来 道歉说一时糊涂 吉良对他做出这种事 青鞠问他 不想和自己在一起吗 平良摇头说不 因为他是国王 而自己是扶持他的平民 青鞠很气 你不要再管我了 你可以对你理想中的那个我 不要再管现实中的我了 青鞠气得要先走 平良赶忙把人拉住 觉得这应该是两人 最后一次见面了 不愿他走 青鞠埋怨他 有想过 其实我也喜欢你吗 平良认为就不可能 青鞠甩开他 走掉了 那之后 平良给青鞠发了很多信息 全是道歉 没一条是青鞠想看的 青鞠成了以为 只要自己告白 两人就一定会修成正果 平良应该从没想过 自己会向他告白吧 就这样吧 赶紧忘掉他 没多久 收到平良的留言 说这是最后一次联系青鞠 今晚会在他第一次救自己的地方 一直想他 想到天明 最后一次想他 平良在高中教室 等到午夜12点 也没等来青鞠 他很难受 走到青鞠曾经躺过的地方 恍惚中 仿佛看到青鞠躺在那 平良也躺了上去 决定在座 迎接新一天的青城 然后忘掉 这辈子一直深爱的人 突然门口传来想动 青鞠来了 却又跑走 平良起身去追 他不想忘记 不想让这一切成为回忆 他想紧紧抱住青鞠的一切 平良追上青鞠 紧紧抱住 道歉告白 青鞠气愤道 每次我想忘记你 你就这样神经大条 恶貌失事的闯进我心里 你让我怎么忘记你 我才不是什么国王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平良还傻乎乎的问青鞠 有喜欢的人了吗 青鞠埋怨表白 就是你啊 平良难以置信 上前想触碰他 青鞠傲娇的 曲曲平良 你还想碰我 平良一直把青鞠当国王 从没想过 国王会喜欢上自己 请求碰他 青鞠表示 如果是和之前一样 自己不要 平良走上前 轻抚青鞠的脸颊 表白说喜欢他 还把人拥入怀中 顺时扑倒 一气呵成 青鞠好奇 除了照片之外 他有什么宝贝吗 平良笑道 和你在一起的时间 青鞠敲他头 说是物品 平良承认有一个 存在玻璃瓶里的零钱 高中时帮他跑腿 把每次剩下的零钱 都存在了好看的玻璃瓶里 青鞠甜蜜道 自己怎么会喜欢上 像他这样恶心的人啊 平良羞涩的 请求他再说一次 青鞠害羞道 你真恶心 喜欢腐菌猫的观众老爷们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订阅